奶茶妹妹素颜简直开挂了刘强东初始之后她们还有爱情吗? 近日奶茶妹妹张泽天晒出了一个视频,是她在雪山上录制的,她看起来很激动地说:"我现在在山顶,还冷但是好漂亮!" 奶茶妹妹素颜简直开挂了刘强东初始之后她们还有爱情吗? 女儿都两岁了她还是一副少女的样子,真的是保养得很好了。 视频里的她戴着大红色的毛线帽子,真的是货真价式的素颜男。别说什么新激装,这视频连个滤镜都没加,皮肤上除了一点点小雀斑连个毛孔都看不见白得像个蛋一样。 可以说是极其清纯了。 不过她这样清纯卦的长相实在不适合画浓妆,看起来和素颜的样子真是差远了。 奶茶妹妹素颜简直开挂了刘强东初始之后她们还有爱情吗? 奶茶妹妹张泽天在刚刚流行贴吧的时候可以说是红遍整个网络了,凭借一张手捧奶茶的照片就能火成这样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。 小编曾一度以为她会进入演艺圈,结果她拒绝了山楂树之恋的邀约,这可成就了捉冬雨的一番视野。 然而她也没有后悔这个决定,因为她后来可是进入了清化就读案。 高中时期她舍拉拉对对长这个姐妹操为她考清化加了不少分了。 奶茶妹妹素颜简直开挂了刘强东初始之后她们还有爱情吗? 后来有一段时间奶茶妹妹在网络上几乎销声匿迹了,时隔几年再出来就是因为她和京东董事长刘强东的恋情了,恋情曝光的时候可吓坏网友们了,毕竟刘强东的年纪可是足以当张泽天她爸爸了。 没想到两人最后真的结婚了,现在还有了女儿。 抱了这么个美娇气的刘强东居然还说我脸盲,看不出她好不好看。 不知七美刘强东本人了? 难道她这么说是为了让大家相信她们在一起真的是因为爱情吗?